就跟昨天好像有梦中的年料特别的晚 就是今天又感到这边的状态怎么样 有点疲劳 然后昨天发挥的怎么样 挺好的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今年的发挥要比前两年更好一些 第一次在非典奖是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新星来的 我看了一下 应该今天我是这个辈分最小的一个演员 对对对对 所以能够提名我已经很开心 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荣耀了 完全没有想过得奖这回事 提名就是能把我的名字和这两位老师放在一起 我就已经很光荣 真的 前面没听拿你新加女主角 我都觉得挺意外的 那你有没有就没听拿过奖之后 你有没有敢往自己身上想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这个这个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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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来没想过 没想过 因为刚才就是说刘涛他也没有得到奖 你有跟他两个交流一下吗 咱俩好像都这心态都差不多 咱俩都都已经觉得这个提名已经很好了 就是说把得奖的希望放在下一次 哎呀 其实讲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你不能把它看得太重 因为演戏这回事啊 你要更看重过程 啊 这个这个结果呢 你就你就把它当作是一种上天的恩赐 我当然我相信只要努力 终究会有好的结果的 但是我们不能只为了得奖而去演戏呢 嗯 本身演戏的过程就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嗯 就感觉你粉丝好像对你期待挺高的 就刚才发一条微博下面不停的转 哎呀 这个 这个 就觉得你一定能拿 那那那怎么办呢 就是 在他们眼中只有我那怎么办呢 对啊 就在他们眼中 冷静冷静 大家冷静 客观客观客观 路还很长 就你刚才就在狼牙榜剧组里讲的时候 有一段很长的词 听着也挺挺震撼的 是你自己写的吗 不是 那个是 呃 节目组交给我的 我因为 这个 这个很重要 嗯 我不能 我不能随随便说 因为这个是代表整个剧组 是代表狼牙榜这部戏 嗯 所以我 我今天只是作为一个 代言人 发言人 嗯 就背了多久 一会儿 一会儿 这段词我 我自身非常的认可 并不是死记硬背 呃 我觉得他 他说的 他说的都在点上 所以 嗯 所以不需要背 嗯 嗯 我 我很认同 嗯 嗯